一家四口和袁警親切合照 照片中的媽媽手上 還抱著不到一歲的女兒 特別是袁警手上 還拿著幾罐奶粉 畫面相當溫馨 媽媽抱著小朋友進入派出所 原來這名母親受不了經濟壓力 竟然把自己反鎖在房裡親生 11歲的大兒子 警覺不對勁 嚇得趕快打110報警 請警察幫忙 警察到場後 發現門窗已遭交代封住 事態嚴重 立刻破門而入 把這名母親救出來 王姓小弟弟就告訴我們 媽媽在房間 不知在做什麼 我們將房門打開 發現他媽媽在房間 燒炭自殺 我們立即將他媽媽救治 這名母親因為受不了 丈夫長期酗酒 讓她天天都生活在 家暴的恐懼當中 最後不堪經濟壓力和家暴陰影 抱著就讀小五和小三的 兩個兒子 以及還在強保中的 11個月大女兒之後 告知女兒們要乖乖 聽話就反鎖房門 選擇親生 好險寶貝兒子 急緊阻止悲劇發生 小小年紀就懂得保護母親 讓大人好感動 但家庭遭遇也實在令人心酸 記者簡正峰 專輸桃園 裁判報導